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由中國主導的中非團結抗疫特別峰會 昨晚以視像會議的形式進行了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議之上宣布 說要在中非合作論壇的框架之下 免除對於有關非洲國家 截至今年底屆滿的無息貸款債務 當這個消息公佈後 網上邊馬上就要議論紛紛 不少網民都質疑 為何中國可以對於非洲國家這麼闊老 是否正如俗語所說 打腫臉充肥仔 我們探討這個問題前 首先說在這個特別峰會之上 到底中國對於非洲國家 還採取了什麼優惠措施 首先就是中國鼓勵國內有關金融機構 參照二十國集團的緩債倡議 根據市場原則 與非洲國家就著商業主權貸款安排 進行友好的協商 即是說現在還不到 不要緊的 先拖著一排 但你無論如何都要還 是否會逃不掉 第二 就是中國願意與國際社會一同加大 對於疫情特別重壓力特別大的非洲國家的支持力 包括進一步延長援債期限 幫助非洲國家克服當前困難 到底這個所說的援債期限是什麼意思呢 明明已經說那些無息貸款免除了 又有援債期限 到底是搞哪一科 實情中國對於非洲國家的金錢援助 大概分了四種形式 第一種就是叫做無償援助 即是說中國政府把這塊錢給非洲國家 一元都不用還 變相即是送舊錢給他 這個款額多數都會介乎幾十萬美元 似乎批級的情況 這叫做無償援助 第二款是現在宣布要免除的 叫做無息貸款 這個無息貸款 其實一般去到舊期的時候 只要非洲國家願意提出的話 一般來說 中國都是願意去減免的 即是說這筆錢其實都是送給你的 只不過在到期之前 在中國政府答應免除你這筆債務之前 你就要記得聽聽話 你就不要想著搞什麼花樣 一旦損害了與中國之間的關係 這就變成了非一般的情況 因為中國始終掌握了最後的決定權 究竟他免除與否 就是一年之間 故此為何這麼多非洲國家願意團結在中國周圍 就是這樣 因為只要這些非洲國家 盡量順著中國的意思去做 盡量不要得罪中國的話 到這一筆的無息貸款 舊期的時候 他一申請 就肯定可以獲得豁免 故此如果你說中國這個舉動 是屬於做水魚、做老襯、做冤大頭的話 在批級的一刻就已經做了 現在中國煞有介事地走出來說 說會免除非洲國家的無息貸款債務 實際上對於非洲國家來說 沒有什麼新意 因為免除無息債務 早就在他們的預期之內 他們預算是會免除 故此他們最想免除的 其實不僅是這一筆的無息貸款 還有就是牽涉到第三種 以及第四種的金錢援助形式 分別就是優惠利率貸款和商業貸款 優惠利率貸款的利息大概是2%左右 而商業貸款的利息可以去到10%或以上 而兩種貸款 通常的額度都是以1億人民幣起跳 最多可以去到幾百億人民幣 故此利息的負擔當然非常沉重 非洲國家最想做到的就是 減免商業貸款或優惠利率貸款的利息和本金 而不僅是無息貸款 因為無息貸款是預算減減的 你不減才是出奇 現在中國似乎根據所有報道 都沒有提及到這兩種貸款的減免 最多來說就是寬免期限 因為他提及到可以緩債 即是可以先拖著 但這筆帳肯定是要記住的 是無法只一筆勾銷的 因為如果中國對於這一類型的貸款 即是優惠利率貸款和商業貸款 去減免它的話 隨時會震撼到中國的金融系統 因為那筆錢實在太大 如果全部收不回便散外壞帳的話 都是會趴街的 所以現在先記住 總之你遲早要還的 非洲國家 只不過現在你沒有錢 就不用還了 因為石頭都駕不出血來 你不還字就不還字 但你遲早有錢那一刻 你也要還的 你這一筆債就是欠硬中國的 只不過在欠債之中 他也有些好處給你 就是無償援助和無息貸款 欠了中國的東西很難不還的 對嗎 只說滴水之恩 中國也要你湧泉以暴 好了 中國現在搞這些大撒幣外交 去用錢買朋友 那實情 你說臭不臭效呢 當然是臭效 因為單是這個無息貸款 他就已經可以扔著你 基本上這些國家 在欠債期間 就不敢造賜 如果有什麼事得罪了中國的話 他一下子叫你連無息貸款也要還的時候 你這些非洲國家就站在那裡了 所以是絕對臭效的 這個大撒幣外交 甚至乎 在今次的特別峰會當中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 以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都有份參與 這樣才可以彰顯得到 中國是多麼有派頭 多麼高頻滿助 好了 當然中國對於非洲國家的 無償援助 或者無息貸款也好 都是被不少人批評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內部的經濟狀況 是不是真的好得這麼交關 可以對於非洲國家 提供這麼多金門 現在說中國有6億人口 每個月的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幣 啊 喂 生活上竹筋見爪 那些錢是不太見花的 啊 然後轉過頭 就可以幾十億幾十億 這樣送給這些非洲國家 似乎對於非洲人民的關愛程度 更甚於本國的人民 是不是 而且在這個峰會之上 中國就承錄了 會在今年之內 開工建設這個非洲疾控中心總部 並且會承錄在疫苗研發完成之後 是會率先地圍及非洲國家 對於非洲人民去用 而且呢 中非雙方還要加強共建 一帶一路合作 加快落實中非合作論壇 北京峰會的成果 其實中國真的充滿著矛盾 一方面 對外宣稱自己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但是 官符中國對於非洲國家的 援助規模來計算 已經超越了很多發達國家 到底你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還是發達國家呢 但是你看看中國內部的經濟情況 看看人民的收入 你真的不算很高 但是你又可以大搞大撒幣的外交 所以中國真的充滿著矛盾的國家 接下來就講講歐盟方面的消息 歐盟委員會在星期三的時候 就作出了一系列的新建議 這些建議都被外界視為主要針對中國 歐盟委員會就說 這些新建議的目的就是為了糾正 那些由政府補貼的外國公司 所造成的市場扭曲 具體就是要防止那些獲得大筆捐款 貸款、稅收減免 或者其他形式的政府補貼的外國公司 去收購歐洲企業 那雖然就沒有指明是哪一個外國 但是擺明是說中國政府 那歐洲為什麼要採取這個措施呢 就是因為現在全球大流行的疫情下 其實就使得很多歐洲企業 大幅貶值 價值降低了 一旦出現一些惡意的拼購的時候 其實如果以國家資本來做的話 是非常容易的 為了防止這些惡意拼購 現在歐盟就提出了這個建議 就說你不要買了 不要買歐洲企業 因為它知道你背後是有國家資本在的 另外 歐盟委員會也建議了 對於那些在歐洲活躍的 而且是借助政府補貼 你和當地對手進行不公平競爭的公司 就要採取行動了 當局將會開始調查 在三年之內 曾經獲得外國國家資金 資助超過二十萬歐元的公司 二十萬歐元就是很少 基本上 是有收過外國政府的補貼 那些歐洲公司都會出事 因為有很多歐洲公司 其實在過去二十年以來 就已經被外國的企業買起了 尤其是來自中國的企業 歐盟會採取什麼的應對辦法呢 就說這些歐洲的公司 可能要被迫向歐洲各國支付補償性的款項 又或者要這些公司去出售子公司 或者出售資產來解決這個問題 就要你縮減經營規模 要你縮減公司出來賣給別人 要不就要你支付補償性款項 到底具體要支付多少 或者怎樣支付呢 暫時還未有一個定案 反正要你縮減錢出來 另外 主要為何要搞防止市場扭曲呢 就是因為歐盟發現到 有幾項產品特別是受到國家補貼的影響 比如說鋼鐵、鋁、半導體、造船業和汽車行業 使得在這幾個行業上 和歐洲造成一個非常之惡性的競爭 因為這些受到國家補貼的公司 是有很大的競爭優勢的 實際上中國的貨品 唯一的優勢就是夠廉價 如果它不是夠便宜的話 基本上是無法競爭的 你又不是跟別人鬥內容 又不是跟別人鬥這個品質好 你是鬥便宜 鬥便宜方面 中國就贏了 而且實在有很多中國的貨品 基本上是便宜到你都不相信 那到底當中有沒有牽涉到國家補貼呢 現在就是歐盟的調查範圍之內 另外其實還有一件事 就是關於關稅的問題 由於中國在WTO 即是世貿組織 就有一項訴訟 中國是打輸了 現在也決定不再糾纏下去了 這樣就變相使得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沒有了 有什麼效果呢? 就是使得歐盟可以對中國的貨品加徵關稅 現在歐盟就說到 說會繼續按照具體的情況 逐一讓中國貨品來看看 究竟有沒有牽涉到所謂傾銷的情況 如果有的話 就會開徵反傾銷稅 這件事基本上又要再談過了 那對中國有什麼影響? 潛在的打擊力相當大 你說在現在這一刻有沒有影響 就沒有影響 因為所有的具體措施都沒有出台 但是長遠來說就很嚴重了 為什麼? 因為本身中美之間已經有貿易戰了 如果連歐盟都開徵反傾銷稅的話 那就不行了 那兩億人三億人口 主要是依靠外貿訂單維生 如果讓歐洲來加這個反傾銷稅的話 大陸的貨品其實就沒有這個競爭優勢了 你主要能進入歐洲市場就是鬥便宜 如果你加了反傾銷稅以後 和歐洲出產的貨品都差不多價格的時候 誰都會選擇 到底買中國貨還是歐洲貨呢 而同等的價錢 不用問貴了 所以長遠來說 對於中國的潛在打擊是極大 而且對於現在中國的經濟復甦有沒有影響呢? 如果歐洲方面真的加快這個速度 來將一系列的措施出台 而且確切去執行的話 就是會打擊經濟復甦的進度 否則中國尚且可以有一個喘息的空間 否則就非常大劑 至於中國方面有什麼回應呢? 中國駐歐盟代表團在一份聲明當中說到 說中國補貼措施的主要目標 其實就是要來鼓勵環保和節能 支持技術研究開發和創新 以及是促進公司結構的優化 並且說中國的行動 都是符合世貿組織的規則 到底歐盟受不受這一套呢? 就另作別論了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